看一下我们的第94主单词 叫悬挂系列单词 PEND PENS 对于词根讲 叫做HANG 表示的是悬挂在那 那你看这个单词叫做 PROPENCITY PROPENCITY表示什么呢 PL表示向前 PENS表示悬挂 往前悬挂 是叫做倾向爱好 PROPENCITY 比如我倾向于中博士 我爱好中博士 像莉莉特别热爱讲课 所以你看莉莉在新东方已经工作 今年是第11个年头了 它在第11一个年头里面 对不对 莉莉呢 你可以发现 那么要不是喜欢讲课 要不是天手讲话题的话 早就绝望了 是吧 是呢 PROPENCITY表示的是倾向 对不对 好 Expense来自于PENS 表示的是 悬挂出来的ES表出去 把你资料户里的钱挂出去 谁叫什么呢 花费 费用 大家知道有人问我一件事 说莉莉啊 如果我能够拿到全奖的话 我出国留学的费用多少钱就够了呢 两万块钱 比如说这是怎么来的 对不对 包括呢 你在新东方报名参加培训 包括报名参加考试 考试还是比较贵的 所以呢 叫Expense呢 表示的是费用 听懂了 我们需要花多少钱 对不对 叫Expense 好 现在叫Expense呢 是在动词 我跟大家讲过了 花费出来 对不对 因为D和S是同源的 而Expense呢 后面转过来转体一个词呢 叫Expenditure 表示的是花费的费用 对不对 叫Expenditure 表示的是费用 放到里边 好 Expense Expend Expenditure Propensity 对不对 好 现在叫做Pension Pension表什么呢 叫养老金 好 大家知道什么叫养老金呢 就是你年轻时候花出去的钱 对不对 大佬的时候呢 给你的养老金回报 所以叫养老金 看到了 叫做Pension 对不对 Pension 而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呢 现在在出现的完善 对不对 那么叫 让大家做到老友所养 叫做Pension 对吧 养老金 好 那这要跟钱有关呢 你还记得哪词呢 叫做Celary 对不对 它表什么呢 叫薪水薪金 那么以前的时候 人们呢 叫做发薪水的时候 发军饷 发一部分钱 发一部分盐 因为盐呢 是最贵的 盐是生存 安身立命的根本 所以呢 Celary 就来自于我们的盐 叫薪水薪金 看到了 好 还有那个单词呢 Wage 对不对 它也跟钱有关 它指的是你每周的工资 好 所以它叫Week Wage 你看 你一周可以赚多少钱 对不对 那这要是呢 西方社会呢 是一个叫做 发达国家 对不对 我们中国呢 社会呢 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所以呢 我们呢 整个的收入结构呢 是一个三角形收入结构 什么意思呢 最底层是最多的 对不对 而呢 最高工资的人是最少的 所以是三角形结构 而美国社会呢 它是一个造型结构 什么意思呢 叫做这部分收入人呢 所占的比数最多的 对不对 最底层呢 也是少的 它大家还可以看到 非常均匀的一种状态 是造型结构 这是呢 他们的一种社会情况 所以呢 每周工资 蓝牙工资都差不多 而位置呢 还表示什么呢 叫展开 好 最终呢 你看找了哪些工作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Salary 对不对 第三个 咱们再看还会见到谁呢 是不是 还会见到我们说的叫做 Bonus 叫红利 对不对 叫Bonus 大家知道红利这次 可以怎么这么备哦 对不对 大家知道 你想老于说 莉莉啊 你们好好讲课 对不对 你们讲得好的话 到年底呢 我会给你一些红利回报 来自于呢 Born呢 表示骨头 Us表示我们 对不对 我们的骨头 再次给还给我们 所以叫Bonus 表示的是红利利利润 就是它了 叫Bonus 它也是来自于呢 我们的花费 费用的单词 好 还有那个费用呢 叫Fire 表示的是车费 这个词啊 太熟悉了 你看 到遥远的地方去 需要花车费 对不对 如果你打出是车的话 那个表一放下来 这个词就显示出来 Fire 叫车费是多少钱 看到了 好 给大家说到这里 对不对 新名单词呢 叫做Compensate 对不对 Compensate 表示的是赔偿补偿 来自于呢 COM表共同 Path呢 表示花费 AT呢 表示的是动词 看到了 共同花钱给你 所以呢 叫补偿 Compensate 跟谁搭配呢 叫Compensate Full 补偿 赔偿 Compensate Full 对不对 比如说 我在呢 叫中保 在人寿 做了保险 对不对 那如果发生了交通意外 我的小手支架 被撞掉了一小块 于是呢 他们要共同的 花钱给我 来补偿我 来赔偿我 所以Compensate Full 表示的是赔偿 对不对 他的名词知道吗 AT结尾的动词 变成名词呢 怎么变 对不对 叫做 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 对不对 叫补偿 赔偿的动词 新名单词呢 叫Suspend 对不对 来自于呢 Path呢 表示的是悬挂 对不对 SUS呢 表示SUB 悬挂 从上边悬挂在那 是叫做悬念 很多电影呢 尤其是侦探电影 对不对 经常会出现一些悬念 好 买个符 给你 对不对 叫Suspend 所以Suspend 表示的是暂停 因为在这个点上 暂停在那里 让你没法去判断 是叫Suspend 所以你看 超市的收银柜台 暂停服务 怎么说呢 Sus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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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叫暂停服务 登记门 暂停服务 叫Suspend 看到了 好 新名单词叫做 Dispens 对不对 来自于呢 Pens呢 表示的是悬挂 把你账户的钱挂出去 所以叫花费 是不是 DS呢 表示分开 分开来花下去 所以表示是处理 你说把我的钱呢 分开来花下去 把它处理掉 对不对 那么后面 这个ABLE 表示是可 对不对 叫Dispensable 什么意思呢 可被处理掉的 对不对 叫做Dispensable 前面加个I N表 否定 Indispensable 叫不可或缺的 必不可少的 叫Indispensable 叫不可或缺的 必不可少的 Indispensable 对不对 好 新名单叫做 Impend 来自于呢 PEND 表示是悬挂 N表进入一种悬挂的状态 表示是 即将来临 叫Impend 叫即将来临 叫Impend 看到了进入悬挂的状态 对不对 好 PEND 表示的是悬 叫做悬挂物 悬吹物 好 那可以准备呢 你看 挂在上面的一个小蚂蚁 叫悬挂物 像很多同学喜欢在手机上 挂一些小东西 对不对 小事物造型比较方便 为大家讲 尽量不要在手机上挂任何事物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容易被偷走的 好 莉莉买过一个新的 一个新手机 当时还是双屏的那个 翻盖的手机 刚出来的时候 三千多块钱 虽然不贵 对不对 但是丢了也挺可惜的 卖了第二天 我在上面很开心 悬挂一个流氓兔 就那个小兔子 那么结果到第三天 被他上街的时候 就被人家给偷走了 因为虽然你自己是好找 对不对 贼也非常好找 非常可怜 对不对 所以那些的配件 还是非常新的 都没来得及用 那个手机不见了 所以你看 莉莉现在手机上 不做任何悬挂 叫做Pandant 表示的是悬挂物 悬物 对不对 比如说 你身上挂物预配 对不对 头上带多小花 悬挂一个小花 疯子 新闻单词叫做Pandulum Pandulum表什么呢 钟摆 钟摆 摆来摆去 对不对 时钟Pandulum 对不对 钟摆就是它了 好 我们的悬挂系列单词 一共就这么多了 这是我们的第九二四组单词 我们就告一段落了 悬挂系列 这一组单词相对比较难一些 咱们简单回顾一下了 对不对 偏表向前 向前悬挂 所以表示的是爱好 是不是 那Expense 表示的是把你账户里的钱挂出去 所以叫做费用 花费 花费 我们知道费用 是吧 那么养老金呢 就是年轻的时候呢 把账户的钱花出去 到老的时候又给还给你的 是吧 那么你会发现呢 当你发生交通意外的时候 中保人士共同花钱给你 所以变成了补偿赔偿 一个对悬挂在那 就变成了悬念 是吧 而把我的钱呢 分开来处理下去 所以Dispense表示处理 Dispense要可处理的 而影片呢 表示的是即将来临 对不对 判断了我们叫钟摆 好 9日速单 此当给大家说到这里